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苦得乐 卢台长通过智慧妙法 白化佛法 令深陷尘世的众生如木甘露 破迷开悟 获得心灵解脱 卢台长以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圆融智慧 指导现代人生 推动世界和平 令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众生安康 社会和谐 卢台长已近二十年的无私奉献 慈悲度众一千万人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百渔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学佛修心的热潮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副盛名的西安娜大学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决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今年五月 在美国宽容博物馆 卢台长获得颁发文化和平杰出贡献奖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届 并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为赛节庆典 使佛法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时隔一年 我们有缘再次汇聚相交 感恩观心菩萨 慈悲成全 殊胜姻缘 感恩卢军红台长 慈悲辛劳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让我们珍惜姻缘 共募佛光 聆听佛法 明心见性 祈愿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好 走吧 法喜得自在 佛法心中开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隆天护法一切诸佛 各位法师各位嘉宾 及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佛友义工们 及我们香港圣约翰救护队义工们 感恩你们功德无量 菩萨垂帘成就如此殊胜的法会 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 成就人性和思维上的净土 闭门即是深山 心静随处可见净土 一个不贪的人 是有悟性的人 一个不恨的人 是一个懂因果的人 一个不愚痴的人 是一个知足常乐之人 我们要离开欲望 才会有精神上的真正的解脱和自由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 佛教思想 指导人生 鲁家教育 孔闷之道 使人更加的理智 爱国爱民 国泰民安 我们要用佛法 铸造心灵的健康家园 用慈悲化解人间的烦恼和忧愁 用愿力促进我们心灵的净土世界 我们人的一生 是在选择当中度过的 选择靠的是智慧 很多人因为一生 选择了错误 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到了家庭和别人 今天我们选择了学佛 一生可以改变自己 我们要用智慧 活在这个充满烦恼的世界当中 烦恼基菩提 能解决问题的 称为聪明 能够解决人间烦恼的人 他就是人间菩萨 这个世界上 世事无常啊 尼泊尔的大地震 死亡接近一万人 台风造成了沉船 送了多少人进了忘死城 爱博拉的疫情 死亡七千多人 全球的交通死亡人数 是一千两百四十万人 还有二十七万人 是因为行人出的车祸 被别人撞的 出门我们就担心死亡 这已经是事实 天灾人祸不断 飞机的失事 我们每天每个人都担心 自己会生癌症 活在恐惧当中 这个世界平均每一分钟 就有一个癌症病人死亡 全世界每分钟 有一百零六个人死亡 一年就是五百五十万人死亡 加上那些每天想不通 忧郁症 自杀 恐惧症 发疯发狂 被病魔折磨的 生不如死的 几亿的病人 怎么我们不要想一想 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家长 自己的亲人 病由心生 我们生活在痛苦烦恼当中 要学会心灵解脱 有人问台长说 台长什么叫开悟 想得通就是开悟 什么叫解脱 想明白看得穿 无所谓 不贪不求 知足常乐的人 他就能解脱 有的人一半的生命 献给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其实人生在极端的忙碌当中 虽然他有了丰硕的荣誉 钱财地位和成果 但是他却赔上了健康 亲情 友情 爱情 没有人会理解你 用这些致命的严酷的现实 来换取的这些名誉和地位 但是这些名誉 很快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逝去 所以当人被病魔 折磨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执迷不悟的 继续不要命的 咬紧牙关的 去追求人间所有虚幻的一切物质 还拼命的 还拼命的去没有想一想 思考一下自己心灵生出佛性的呼唤 人们根本不懂用佛性来使自己的心灵可以处于最圆满的状态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用内心最本出的佛性来生活 我们要懂得佛性我们才能知足 我们在人间就要学菩萨 就要做佛 这样我们以后才能到天上去成佛 成菩萨 很多人一生有很多做错的事情 很多人因为自己做错的事情 纠结难受 过去只能代表过去 不能代表对你自己今后将来信心的丧失 所以很多人回忆 悔恨失落 只会增加烦恼 看不起自己你们会遗失本性 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很顽皮 非常的粗鲁 无礼 在学校惹是生非 与同学打架 没有一个人要跟他玩 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了 但是只有一个叫菩拉的老师 例外 有一天放学之后 菩拉叫住了他 跟他讲 我遇到了一道难题 你能帮我找出答案吗 这三个候选人要选出一位 第一 第一 这个人有点迷信 有两个情夫 抽烟很凶狠 似酒如命 第二个人 是练床 整天不想起床 一般到了中午才起床 曾经吸过哑片 第三个人 他曾经是国家的战斗英雄 他不吸烟 偶尔的喝点啤酒 年轻的时候 从来没有做过 违法的事情 菩拉说 孩子 假如上帝 要在这三人当中 选一位 能够造福人类的人 那么 这位老人家 你会选谁呢 这个十五岁的孩子说 那当然是第三个人 菩拉说 孩子 不对 你知道这第三个人 他是谁吗 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他的罪行 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骂 这个孩子 呆呆地看着这个老师 不知所云 老师继续跟他说 孩子 那么你知道那前两位 他们是谁吗 菩拉 停了一下说 第一个人叫 弗兰克林 罗斯福 他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连任的总统 第二个是英国首相 丘吉尔 他是英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首相 菩拉用手 抚摸着孩子的头说 孩子啊 你才刚刚开始 你才刚刚开始 过去的荣辱 只能代表你的过去 你如果改掉你过去的毛病 一切将会重新开始啊 小孩 小孩 两眼含着眼泪 坚定地点了点头 许多年后 这个名字被很多人知道 他就是想遇华尔街最年轻的金融家 叫罗伯特哈里森 人的心像一家 二十四小时 全年无休的造罪工厂 在每天的贪嗔痴当中活着 不停地在造着夜 世上没有无心之过 所有的过错都是由你的心而生 所以我们修行人就是要管好自己这个心 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这颗心 找回迷失的自己完成生命的觉醒 所以真正学博的人修行注重修行 修行必须修行 所以学博就要修行修行啊 我们有些人特别在乎自己的人 烦恼往往也特别的多 你太注重自己了 你烦恼就多 而那些无私无我 整天想着别人的人 他们善良 他们活着自在和快乐 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留恋 你则心无挂碍 一个不能原谅别人的人 他的心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我们要抛弃人间的小聪明 我们去寻找自己本性当中的真智慧 想让别人快乐 我们首先要自己就快乐起来啊 要让自己的佛性长存 佛德永远 佛德永住 为愿久住沙尘节 利乐一切 住众生啊 在纽约 有一座帝国大厦 在台北 有一座星光摩天大楼 造的都很高 但这种大楼 要花三年的时间 打地基的工程 地基打好 用一年半的时间 万丈高楼就起来了 所以越高的大楼 地基也要稳固的基础 我们学博人 要想学得好 就是人格 本性 还有自己的业障 都要关注 我们的地基不好 我们何来到天上 见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地基稳固 我们才能修得高啊 很多人每天想成功 但是脚又不脚踏实地地去做 著名的作家 林清玄曾经说过 我是一个农夫的孩子 家里四代种地 每年只能有一次的收成 但是我们必须天天下地去工作 每日耕耘 中年到年中才会有收成 每当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排队等电梯 就会有很多的人走楼梯上去 走楼梯虽然比较辛苦 反而比较快 有些人整天在等电梯 他们就犹如现在社会人 整天的在等着机会 而有些人一直在爬楼梯 等他们到了上面 把事情办好了 下了楼梯 看见楼梯电梯的门口 还有长长的队伍 排在那里苦等 因为等电梯的人太多 机会对他们而言 反而相对的就少了 同样的道理 放弃人生的电梯 成功没有捷径 靠的是我们踏踏实实的学博 学博人没有捷径 从我做起 念经许愿放生 必须勤奋吃苦忍辱 这就是你的基础 这就是你学博的开始 台长每天在广播里 回答很多听众的问题 有一个同修 帮他的婆婆问图腾 结果呢 台长看出他婆婆的心脏不好 要做搭桥手术 而且说医生要他转 张克医生 这位听众说 台长还看出他的婆婆 心血管全粘在一起 容易中风 腿部血管全部阻塞 静脉取胀 听众还反馈说 菩萨托梦 让他快设佛台 他们设了佛台之后 菩萨保佑 很多事情 平安度过 我给大家听一下 这一段录音 谢谢大家 台长你好 我想帮我婆婆问一下 就是我婆婆是三五年 出租的 谢谢 我的妈呀 心脏不行啊 她的心脏一塌糊涂啊 她心脏要搭桥啊 麻烦 心血管里面都粘住了 对啊 我婆婆心脏 她现在人在医院里 医生要给她搭桥的 你知道吗 什么 医生要给她做搭桥手术 对对 就是因为现在医生说 要把她转去 装科医生 要把她转去另外一间医院 她现在的心脏一塌糊涂 我看她的心脏血管全站在一起了 所以很危险 她很容易中风啊 对啊 因为现在我们很担心 她的腿啊 关节啊 很不好啊 对啊 那她的腿也是也是有那个血管阻塞 那时医生说要帮她做 我知道啊 我都看到了 你用不着讲的 像静脉取照 对 而且我都看到是右腿 对了对了 台长真的很厉害 台长还有一件事情 我就知道感恩台长 还有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是因为之前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托梦给我的女儿 叫我们快快设佛台 我们已经设了佛台 事情就比较顺利一点 我们也是平平的过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记住啦 只要佛台设了菩萨就来了嘛 感恩一定很好讲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谢谢 有一个杭州的青年 他18岁的时候 考入上海同级大学 20岁的时候 他选派到德国 慕尼黑大学升造 26岁获得博士学位 留在德国医学院工作 八个月之后 他做了从医后的第一个手术 难尾炎 一个小小的难尾炎 做完之后 病人五天之后过世 他非常的难过 尸体解剖 证明手术没有问题 不是他的责任 但他的导师说了一句话 孩子 他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这句话像刀一样 扎进了他的心中 让他一生难忘 生生了影响了他 六十多年的外科生涯 最后成为中国医学界 泰斗级的人物 叫求法主 求法主院士 当记者问他 你一生最大的成就 是什么 他说 是我的导师说过 他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让他真诚真心的对待病人 爱护病人 我们人应该在痛苦当中 学会知足 在磨难之后 学会理智 在感动之后 我们要学会慈悲 人的一生当中 将人生的因果和痛苦的过去 可以记在心 但是也要忘记它 因为我们要学会忏悔 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 更努力的去完成生命中 为众生所付出的责任 我们应该放下应该的幸福 很多人认为自己我应该很幸福 我们人要放下应有的快乐 放下应该获得的成功 你会发现人生不会过得那么的沉重 佛陀说 有些束缚是我们自己找的 有些痛苦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没有如影随形的不幸 只有死不放手的执着 相信自己的力量 束缚自己自身的就是你自己 解脱你自己的一定也是你自己 人的痛苦在于太执着自己拥有的 把孩子养大 把孩子养大 憾心如苦的 认为孩子一定会孝顺你 在人间 以为只要对别人好 别人一定会回报你 以为爱你的人一定会永远的爱你 以为在你身边的亲人永远会陪伴你 所以把自己的这些欲望和期待 投射在这个每一天都会变化无常的世界当中 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 人会变 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变 物质也会改变 我们就不会给自己生命出难题 也不会让自己更伤心更流泪 实际上失去和拥有只是一种常态 而我们学佛人懂因果知道因缘果报 我们就能克服它 我们缘来了 善缘我们可以继续 恶缘来了我们应该化解 不管什么缘分来了 因为我们是学佛人 我们一定要学会随缘 当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快乐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就要当心了 你开始要痛苦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错误的理念 总觉得自己活在理所当然的应该当中 想一想 例如股票下跌了这么久了 我觉得它应该回升了 结果全部套住 认为我的老板天天那么肯定我 应该会提工资 加薪酬 提升我的职位 结果失望 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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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了这么多时间 认为她一定会嫁给我 会跟我结婚的 结果分手了 好不容易盼到结婚 应该觉得有一个新的家 会幸福无比 结果天天打架 自己这么多年的打拼 认为自己应该会成功 结果失败了 当我们一旦发现那些自认为应该的 但是它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不快乐 我们抱怨老天不公平 我们慢慢的想不开 我们觉得活得很累 甚至活不下去 我们人就会一天一天的忧郁成病 学佛人只要体会佛陀所说的 放下 记住了 放下你认为应该的幸福 你才会获得人生真正的快乐 台长很喜欢跟大家幽默 有一个小幽默 说的是我们人不但自己会找烦恼 还会去找别人的麻烦 有一位女子经常生气头痛 这个医生看了她很多年 看不好她的病 最后这个医生跟她建议说 你应该赶快嫁出去 过了一年 这位医生遇到了这位女士 她就问 怎么样 你现在头还痛吗 这个女士说 谢谢你医生 我现在头不痛了 不过我丈夫说 自从她娶了我之后 她开始天天头痛 人不能将自己的烦恼去存加于别人的身上 我们人就是要懂得自我了缺烦恼 我们人为什么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懂得因果 因为种什么因才会有什么果 让我们学佛的人慢慢的懂得爱众生 爱别人 我们不为自己活 我们要为我们的众生而活着 这样你的境界就会提升 你的感情就会纯洁 你的智慧就会生出 这样你才能做到 人成积佛成啊 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 说的是今年2月13号 她父亲得了肺癌的晚期 情况很不好 躺在床上不想吃喝 医生说除了放疗化疗 没有好办法 而且医生跟她说 你留下来的时间 只能按每一周来计算了 3月29号 听众再度打进电话 通过一个月的放声念经许愿 她父亲现在像没事的人一样 可以出来溜达七八里地 吃什么都香病好了 下面请大家再听一下录音 喂 师父您好 您好 感恩普桑 感恩师父 师父 我就是那个2月13号 打通你电话的父亲 不是得肺癌的那一个 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父亲已经很不好了 就躺在床上 就喝水啊 吃饭啊 都不想吃了 现在通过这一个多月 就是安台长的就是三大训愿 许愿放声念经嘛 现在开始就是说已经很好了 都可以出来 一天可以出来溜达七八里地 冰田现在吃什么什么香 现在也没有做放疗化疗 也没做手术 现在就是医生 那个给他主任的医生都不相信啊 冰田我都去了那个上海 复旦大学总流医院 还有北京的301医院 当时说的时候 他们都说 就是我父亲那个病情呢 已经晚期 并且是发现太晚 就是留下来的时间了 还要按周算了 医生出了放疗化疗 没有别的好办法 你去又没有用 所以说我们就回来 就一个就是相信菩萨能救他嘛 所以说就回家了 就在医院里住了 就是十几天 就是肺癌晚期 我们住了十几天就回来 他自己也在发行 天天念经 念小房子 这些我就 我帮他一块念小房子 那个放生 现在就整天和没事人一样 除了念经就出来 锻炼锻炼 以后回家就开始念经 现在已经的身体状况很好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就是太感恩了 谢谢 有人当年问佛陀 通过修心佛陀 你最近 你究竟得到了什么 佛陀说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那你还修什么 心做什么呢 佛陀微笑的说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失去了东西 我失去了愤怒 忧虑悲观和沮丧 焦虑不安 我失去了自私自利的贪嗔痴三毒 失去了凡夫俗子的一切无知和习气业障 我也失去了 对老去和死亡的恐惧 佛陀说 知足常乐 但人常讨论的是 多少年以后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事业要怎么样 我要让怎么样来更怎么样 想一想 我以后财政要怎么样 赚钱要怎么样 人类是健忘的 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寿命是有限的 是无偿的 钱是用无限的赚 你再多它也用不完 也用得完 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 我们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些无限的钱财 希望以此来满足自己无羞耻的那些欲望 结果被钱财的欲望一辈子活活的泪死 台长告诉大家 在我们澳洲 有一个留学生 他的妈妈 为了让他在澳洲留学 在别人家做佣人 然后还要去帮别人补课 到了上班的时间 还要上班 晚上回家 还要做家务 这样维持的孩子在澳大利亚留学 最后等到女儿邀请妈妈到澳洲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 她的母亲因为得了肠癌 已经躺在医院里 不能前来澳洲了 想一想 人在玩命 人是为了一点人间的钱财和自己所集赚的一个基本的唯一的资本 你们知道人的一生的唯一资本就是你们的身体 当一个人的身体都没有了 你已经没有在人间生存的本钱了 所以不能拿我们身体的本钱和这个资本去换那些虚幻的物质 来满足自己在人间的那些虚荣心啊 我们真正的生活场景场地那是在天上 因为在天上有我们的亲人和母亲还等着我们呢 希望我们好好在人间少受痛苦 度完美满的人生 最后修到天上去 回到母亲的怀抱 在法国的巴黎郊区 有一家店 非常的好玩 它叫黑暗滋味餐馆 这家黑暗餐馆 跟其他餐馆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营业的时间 没有照明灯 而且是比较黑暗的 几乎看不清灯光 服务员都是经过特殊培训的盲人 在这家黑暗滋味的餐馆当中 曾经发生了一件很多有趣的事情 有一对夫妻因为性格不和 他们面临的感情崩溃 在离婚之前一起要约定去吃最后一顿晚餐 他们为了避免该尴尬就选择了这家黑暗滋味的餐馆 可是在用餐的时候 妻子不胜被打碎的酒瓶划破了手指 丈夫一边安慰着他 一边摸黑为即将分手的妻子 匆忙的包扎伤口 当他们两个人一起走出餐馆的时候 妻子才发现 丈夫的一个手指在往外拼命的渗着血 原来他急急忙忙 帮妻子包扎伤口的时候 自己的手指出在着玻璃杯上 不知为什么妻子突然泪流满面 紧紧地抱住了先生 有记者采访这家餐馆 为何要这么开办 老板说 人只有品尝黑暗 才能真正感受到阳光的珍贵 一个人不珍惜就会失去 我们不珍惜身上的首饰 有一天会丢掉 我们不珍惜自己的父母亲 父母亲会离开我们 我们不珍惜自己的孩子 孩子会离开我们 我们不珍惜佛法 佛法也会离开我们 懂得珍惜的人 才是一个智者 要懂得珍惜 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们的缘 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们的佛陀 今天和观世音菩萨 一早就到这里来了 那是有缘万里来相会 学博人要知道 只有痛苦 人才不会执着 人间的一切 很多人知道 我这个苦 早点晚点要受的 我不执着了 做人只有知道 人间的苦难 才会寻找人间的光明 佛陀就是我们的光明灯 当你找寻光明的时候 你的心灵就会失去黑暗 所以想得通 想得开的人 就不会忧愁 我们学博的人 因为心中有光明 我们永远会寻找一个智慧人生啊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 希望大家珍惜人生 珍惜自己的一切 人生的路 有大路 有小路 小路纵横交错 我们一辈子走的路 就像一张迷茫的网啊 但是人人都必须走这张网 有一位智者和一位愚者 走到这张人生的网的前面 这位智者 弯下养争处忧的身体 显示颇有声势的神情 他从容不迫地 整理的这张人生的网 他要找到一条路 走出那张迷茫的人生之网 还有一位愚者 他停下脚步 他停下脚步 四下打量 权衡之后果断地跨出了脚步 走向那张网 他踩着那张网 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 走出了自己的路 几十年过去 这位愚者在人生路上 衣衫蓝绿身上带着血痕 但他那张网 却已被他甩在了人生的后面 他踏出了一条带血的路 那条错综的网 他没有感到自己无能 他从容地整理着自己的衣衫 看着自己走过的那条路 享受着人间的旅程和越过的障碍 而这一位智者 人在那张网中 小心翼翼地整理着 在寻找别人走过的路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人的一生 谁是智者 谁是愚者 并不是先天所定 记住了 能够克服困难 战胜烦恼的人 那就是智者 我们的人生 要开创新的时代 末法时期 天灾人祸 人已经活得非常痛苦 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的人生觉得越来越烦恼 这就是我们面临新的烦恼 我们要用佛陀的精髓 来指导我们今天的佛法 让我们在末法时期 开创出一条 让我们解脱之道 让我们懂得放下烦恼之路 让我们懂得跟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有着佛陀广大的智慧 走出一条人间的佛法正道 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智者 但是最后他失去了智慧 永远是在以为很聪明的人生当中 去寻找的那些 让自己摔倒和后悔的旅程当中 所以学佛人的智慧 那才是真正的应该拥有的菩萨的智慧 我们这个智慧就要让我们看穿人间 超脱人生 才能走出自己的路 才能走上自己的光明之道 过去的就是过去的 因为我们学佛人永远拥有的那是美好的未来 有两个天使他们到人间 他们到了一个富贵人家的家里 想住一个晚上 借宿 这个富有人家很不友好 他们让这个天上来的这两位天使啊 住在冰冷的地下室 给他们找个角落 因为他们凡人肉胎 不知道是天使 老天使 老天使住在地下室 发现墙上有一个洞 顺手就把这个洞补好了 年轻的天使问 哎 为什么 老天使说 有些事情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样 第二天 两位天使又到了一位非常贫穷的农民家里去借宿 这个农民家里的主人非常的热情 让出自己的床铺 把仅有的一点食物招待客人 第二天 两位天使发现农民和他的妻子正在哭泣 因为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 一头奶牛死了 年轻的天使非常的愤怒 就质问老天使说 第一个家庭什么都没给我们 你还帮他们修补强动 第二个家庭这么贫穷 还这么热情 你为什么没有阻止奶牛的死亡呢 老天笑着说 当我们住在妇人家地下室过夜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洞 这个洞里面堆满了金块 而主人根本不知道地下室有这么多的金块 主人因为贪欲 所以我把这个洞就补上了 昨天晚上死神来拉这个农民的妻子 我让奶牛代替了他 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这个事情就说明表面上看上去的问题 并不代表它具有实质性存在的 一个偶然的原因会让你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 眼睛看不见的也不一定它不是真实的 所以学佛人必须用自己的智慧 用信念相信菩萨的存在 坚信付出一定会得到回报 学佛的开始 你所看到的并不是像你想象那样顺利 因为我们要比别人早起念经 我们要守戒律 我们要懂得各种的佛法知音同果和姻缘 我们觉得活得很辛苦 但是要记住 因为这并不像想象的那样 因为我们的心开始明白了 我们的意开始清楚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 所以说 有信仰的人 他的痛苦那是暂时的 没有信佛的人 他的痛苦那是永远的 我们人一定要坚持学博 坚持念经 坚持修行 水道渠成 相信佛陀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说过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 我们所犯的恶业 虽然不会马上受爆 由如刚刚变质的食物 它不会马上变臭一样 但是当你吃到了你的肚子里 它的恶臭腐烂 就会慢慢的伤到你的肠胃 扰乱你的心灵安宁 台长告诉大家 菩萨让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现在肠癌的发病率这么高 因为人吃荤 你们知道吗 过去动手术 都是用线缝合 等到一个月之后要去拆线的 现在科技发达了 全部都是用的羊肠线 所以这些羊肠线 当你动完手术 它就会粘合在你的肉当中 这就是告诉大家 人吃了很多的肉 到了晚上没有运动 不消化 慢慢的便秘 积存在你的肠胃当中 它很快就开始和你的肠胃 粘连在一起 并且腐烂 所以为什么肠粘连的病人这么多 因为它的臭的肉 和你的人体的内脏的那些肉 粘连在一起 结在一起 所以叫结肠 所以才会生结肠癌 想不生肠癌的人 赶快吃素吧 听听菩萨的劝告 台长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林同修 来自太平的林同修 他在没有吃药 没有开刀的情况下 他居然那个流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心灵法门惊人突破 这是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说 心灵法门惊人突破 将是二十一世纪 医学的突破 是他说的 我有一个19厘米 乘1.3厘米的井上的一个流 当我小房子烧到二十一张第三波的时候 在没有吃药和开刀的情况下 我的井流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 医药报告证明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给大家看看那个报告单 在视频上 大家看见了吗 医学报告证明 流没有了 医生都觉得奇怪 医生问他 你怎么会没有呢 他说 我要是告诉他 他把我会转到另外一个科区的 记住了 不要让自己的业力缠身 我们在思维当中 应该停止一切犯罪的感 人的毛病 口业可以守 声业可以守 最难守的就是你的意义 所以现在的人 连一个脑筋 坏动的脑筋都不能想啊 想象一下 每天动一个坏脑筋 一年下来就是365个坏意念 你很快的就成为一个坏人了 如果每天动一点好脑筋 365天你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所以我们只要不去造这个恶因 我们永断 国 恶国 台长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人 佛性本身是清净无然 人产生出的怨和恨 你们知道吗 当你们一怨别人 一恨别人的时候 什么发生 你们知道吗 就是轮回的种子开始运作了 所以不能去恨别人 不能去怨别人 因为这些轮回的种子 会进入你的八世田中的 人学佛之后 要无怨无恨 只有爱众生的心 因为人间的一切苦难 都是让我们到人间来消除自己的业障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人间 不是来争斗的 我们没有时间为别人做错的事情 来更多的伤害自己 纯洁的心灵啊 现代人的毛病很多呀 对你越好的人 你对他越会吵闹 越关心的你的人 你对他越不消一顾 你越开心 接下来就越忧愁 比方说 刚刚被领导表扬了 很开心吗 马上就感觉到第二天 有很多人会嫉妒我 坏了 明天会有很多人嫉妒我 怎么办 马上又开始忧愁了 害怕别人的嫉妒 你会产生恐惧 嫉妒别人 你会产生称恨 只有爱别人 你才会产生快乐 人的嫉妒心 非常的厉害 有一位女士长得很胖 她有一个习惯 一看见蚂蚁 她就要把她踩死 人家问她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非常嫉妒 恨恨地说 因为蚂蚁很喜欢吃甜的嘛 她恨恨地说 这些小东西 这么爱吃甜食 腰还是那么的细 气死我了 人的烦恼 是自己找来的 人总是喜欢 记住别人的缺点 其实 别人的缺点 是应该 让别人扔掉的垃圾 而我们却偏偏 把它捡起来 放在我们的心上 还要不断地去折磨自己 及时放下 及时成佛 一念 积佛 人活在世界上 要努力啊 我们只要肯用心努力 这个世界 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 有一个小孩子 从小小儿麻痹症 随着年龄的增长 忧郁自卑 越来越重 拒绝所有的人 靠近他 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邻居的一个老伯伯 他只有一个胳膊 老人跟他成为了好朋友 老人在战争当中 失去了一个胳膊 非常的乐观 这个小女孩 整天的喜欢 听老人家讲故事 有一天 她被老人家的轮椅 推到了 附近的一个幼儿园 她想听孩子们唱歌 结束的时候 这位老人说 我们为他们鼓掌吧 小女孩吃惊地 看着这位老人说 我的胳膊动不了 而你只有一个胳膊 我们怎么鼓掌啊 老人对他笑一笑 解开寸衫的扣子 露出了胸膛 用手拍起了胸膛 小女孩突然感到 身体有一股暖流 老人对他说 我们只要努力 一个巴掌照样能拍响 我相信你这个孩子 终有一天会站起来 小女孩 让父亲 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墙上 一个巴掌也能拍响 她每天 配合医生做动作 甚至父母亲不在的时候 她甩去拐棍 坚持走路 跌伤了 出血了 张筋动骨 她一样在运动 十一岁的时候 她终于扔掉了支架 开始锻炼 打篮球和田径运动 人的努力 靠的是精神的支持 居然这个小女孩 在一九六零年 罗马 奥运会女子一百米 决赛当中 她以十一秒十八 十一秒十八分的 第一个撞线之后 掌声雷动 人们欢呼的这个 美国黑人的名字 叫威尔玛 在那一届的奥运会上 她成为了当时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人 共摘取了三枚金牌 也是第一个黑人奥运会女子百米的冠军 想一想 一个小儿麻痹症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冠军 我们学佛人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我们的希望 我们今天就是生癌症也不要放弃希望 哪怕我们只有一个胳膊 哪怕我们生命中感到绝望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 哪怕残疾不能走 哪怕我们的精神受到创伤 我们学佛人拥有的是佛菩萨的精神和智慧 我们要用精神一定会战胜肉体上的痛苦 人不能因为自己的伤痛 更加去伤害自己 开悟的人要明白 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 孩子好 爸爸妈妈幸福 爸爸妈妈活得身体健康 孩子幸福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的 为了自己的幸福 而去伤害别人的幸福 我们要学菩萨为众生而活 早一点学佛 早一点开悟 佛如水清净无碍 法如波正念坚强 佛法是我们的本性 佛法就是解脱 佛是精神 法是肉身 身心合一 心佛才能合一 我们在人间对欲望的过分追求 会让我们走进无尽的深渊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对幻化世界的执着 会让我们产生颠倒梦想 心有挂碍的 超脱人间的烦恶 学佛就是我们的因缘 让因缘来理解果报 用现代人哲学的思想来化解人生的烦恼 验证佛法 让心灵的奥妙 尽在学佛道上显现 抓住一丝一毫 心灵中的慈悲 真正的理解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去超脱和了解人生 真正的含义 这才叫念经念心啊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们的佛陀的加倍 这几天佛陀和观世音菩萨都来了 谢谢菩萨 学佛人 任何时候不要怕 重新再来 我们每一个人的开始 都是通往我们学佛的必经之路 人的一生怕什么 你就会想到什么 人的一生你信什么 你就会听到什么 让我们恐惧的 不是外面的世界 而我们内心的世界 你不修心 没人会替你修心的 凡是你想控制的 实际上你已经被他所控制了 人活的不快乐 是因为你无法忍受 你目前的状态 你又没有能力去改变目前的状态 所以你才会变得越来越不快乐 我们不去改变这个状态 我们要好好学佛 我们要好好学博 好好修心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人生 这样才会让我们 永攀四圣 登陆极乐 时间过得太快了 台长准备了很多 但是不能跟大家讲太多 因为呢 接下来 接下来台长呢 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跟大家做 那么我想把这个呢 跟大家讲完 这是一个预言 有四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到银行里去贷款 银行答应借给他们的每人一笔巨款 条件是五十年还清本金 第一个青年人 拿了这么多的钱 吃喝玩乐二十五年 还剩下的二十五年 努力偿还 他活到了七十岁 最后一事无成 死的时候不再累累 他的名字叫懒惰 第二个青年 前二十五年努力工作 五十岁还清了所有的欠款 但就在还清的那一天 他倒下了 骨灰盒上挂了一个小牌子 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叫狂乐 第三个青年 在七十岁的时候 还清了债务 过没过几天 他就死了 死亡通知书上 写着他的名字叫执着 第四个青年 工作了四十年 六十岁的时候 还完了所有的债务 生命最后十年 他成为了一个旅行家 七十岁死的时候 面带微笑 他的名字叫从容 当年贷款给他们的银行 实际上叫生命银行 其实人的一生的本钱 就是你唯一的这么一条生命了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又来自于你的身体和你的慧命 如果你在人间借了一笔巨款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已经在造新业了 所以人在不平凡的一生当中 不能懒惰 不能狂热 不能执着 更不能以为自己的人生 非常的从容 实际上 他们的生命都是不能量当中生活着 使他们一生背着业 所以贷款就犹如我们身上背的业一样 一辈子没有还清 使他们一生没有得到过精神的解脱和身体的释放 有的人一生认为自己每一件事情都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做点事 所以我们人不能在人间向自己的生命银行去借取太多的贷款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的肉体是我们唯一的本钱 不管你在人间得到了多少名利和钱 你的生命的本钱 也就是你的生命银行 在哪一天关闭的时候 你所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人最后就是死在一生的债务上 而精神上就是死在一生的累积的冤亲在住的之上 所以学博人一生要还完累世的业障一样 我们要努力的去偿还 吃苦就是消业 在人间吃的苦越多 我们消的业越快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博修心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要怕 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 有佛陀的加倍 我们努力的去学博 学法 努力的去创造心灵的世界 让这个美好的心灵 让世界更美丽 让世界更和平 让国家更安定 让人民更富有 学博活在当下 今天能解决的事情 我们不拖到明天 我们能够为自己的长辈念经 我们就是在还债 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念经 我们也是在还债 我们为所有的众生 在付出 在结缘 我们就是在做功德 希望大家学佛之后 广结善缘 广度有缘众生 生命的路就在你的脚下 路在何方 路就是佛给我们指出的这条光明之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